11月25日 心中只有自己的人不会快乐 眼中只有利益的人终会失败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依世代的语言 跟着感觉走 这句话充满了危机 不禁令人对时代青年的率性感到优先 如果你感觉上需要的是不合乎道德 是不合乎社会法治 就不能跟着感觉走 你对于社会上的人情世故 只要是合乎忠孝仁爱 合乎信义和平的 即使没有这个感觉 也要跟着走 烦恼如贼 随时都在盗取我们的功德 人如果任由六根向外攀缘 随着烦恼贼而走 往往容易受骗 吃亏上当 所以千万不能率性地 跟着感觉走 除了跟着感觉走 还有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 如果是不合乎人伦道德的 就是不能欢喜 我不欢喜的 只要是情义的 是信用的 是服务的 是有爱的 是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 虽然不欢喜 也不能不全力以赴 所以啊 跟着感觉走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假如你有这样的思想 千万要改正过来 不然 助成大错 毁之完毅 文思修 如果任由六根向外攀缘 随着烦恼而走 往往容易吃亏上当 所以啊 千万不能率性地 跟着感觉走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